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是炉骨喧天鞭炮齐鸣看的人眼花缭乱 今天我们接下来要了解的这样一款特价车型 也是这样子的一个促销活动中的一股清流 它是把各种各样的配置都一一展现给你看 至于促销价格那么更神奇 由你来定价 这是一辆基于福特新世代加长轴高顶打造的 自行士小额头T型房车 满足国务排放标准 那么何谓加长轴呢 意思就是说它在前后轮之间的轴距呢 是加长到了3米75长 这辆车的原车呀 它的总长其实是6米3 为了适应南排CE驾驶的要求啊 将车身后面6米以外的部分呢 全都做了一个切除 这辆车现在的长宽高是5米99长 宽2米2高度2米78 这个2米78的这个整体高度啊 也并不是说设计师啊 脑袋一热就想出来这个数字 而是根据咱们国家公路上的这种最低限高标准来设计的 一般情况下 法定的限高呢 都是在2米8 那么我们这个2米78的这种高度啊 就极大的增加了它在各种公路上行驶的一个通过性 还有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遇到过这种风雨天气的时候啊 就会知道这个车身的高度以及车身设计的流线型啊 会对车的稳定性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这辆车这样的一个高度和这样子的一个流线型的线条设计 可以保证保证您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的行驶安全 在动力方面呢 这辆车搭载的是标马2.25T 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 匹配的是6速的手动变速箱最高安全时速145千米每小时 最大功率101千瓦 最大扭矩350牛米 这样子的一些动力数据啊 配合着这个核载4.25吨的车来说呢是非常的和谐的 进到车里可以看一下空间 从驾驶座后背到车的最后面长度是3米6 宽度呢是2米1 到上面的进高度呢是1米85高 这样的一个空间 如果我说它是一个适合两家人出入的房车是不是有点夸张呢 我们可以先来检查一下座位数 整车的座椅呢是6个的独立的可调节座椅 驾驶室的两个座椅当然可以留给男士 那么指路啊 导航啊 寻找住车地 这些任务就交给驾驶座 第二排座椅呢可以留给两位夫人 往前可以看风景 往后可以照顾第三排的乘客 第三排的座椅可以留给小朋友或者是老人 坐在这里可以打打瞌睡 吃吃零食 那一路坐在这里都非常的轻松 再来看一下床位数 位于车后部的一张种植的双床 宽度是1米25 长度是2米 可以供两个成年使用 或者是带着孩子的家长 享受一下难得的和孩子挤在一张床上的亲子时光 那么还有一张床啊 是隐藏的非常非常好 可以说是奇思妙象 如果我站在这里 你能发现我的头顶上有一张隐藏的双人床吗 当上面这张床放下来之后 它是一个1米3乘以2米的双人吊床 如果一听到吊床这个名字啊 你可能会说那不是晃得很厉害吗 其实并没有 这张床它的前部啊 是和车身相连接的 所以整张床的牢固度非常的好 你上下翻身的时候啊 它并不会摇晃 而且两个成年人不超过600斤的情况下 都在它的沉重范围之内 房车旅行之所以区别于别的自驾方式啊 就在于它可以给旅途中的人们提供更多的后勤保障 那么吃肯定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可以在行车的过程中啊 用电压力锅 炖上一锅牛羊肉 一停车下来啊 配上面条 面包 馒头 或者是米饭 就是一顿热气腾腾的美餐 整个车呢 包批的是500安士的电池 有6度点 当您在使用或者电磁炉 电压力锅的时候啊 也不必太过拘束 因为它在行车的时候啊 就可以非常轻松的 把您用掉的点给补充回来 在这个厨房的上下这些位置啊 都是整个的储物空间 不管您带的一些家乡特色啊 还是路上随手购置的 可以给家人带的礼物啊 都可以在这些空间里储存 遇到天气和温度都特别适合的情况呀 可以停下车 拉出飞翔房车 国家专利的茶油炉 打开这扬棚 摆上桌椅 再点上蜡烛 那一顿烛光晚餐就呼之欲出 要解决一个后勤保照问题 除了吃的问题啊 这个房间的存在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有淋浴 有洗手池 有化妆镜 还有为了保持这个洗澡之后的 车内空气干爽 这里有内外双向的一个排气扇 这里还有一个外推窗 那么洗澡的热水从哪里拿呢 你只需要打开驾驶室边上的一个热水加热开关 或者是晚上使用一个坐车燃油加热器的时候呀 都可以为热水箱加热 这辆车配件了120升的冷水和80升的热水 一共有200升的水箱 那么几个人在这里 食数啊水量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 目前在市面上呢 可供选择的底盘呢 也是非常的多 车友们的体验过程中啊 也对这些不同底盘的褒贬不一 但是有一个比较例外的 就是这款福特的薰尸袋 它不管是从稳定性 操控性各方面来讲呀 都得到了大部分车友的表扬 目前非交房车对这样的一个底盘呢 提供类似颜色 以及不同的电器配置方面的组合 至于价格呢 那非常神奇的是 您如果想要出价 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回复中告诉我们 想要一个注册空调 可以 想要室外茶油炉 也可以 告诉小编 说不定就可以免费送给您 如果你想要在春节期间呀 就带着家人出门旅游 那么这样一个刚刚下线的线车呀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出手要快 知识要甩 赶紧联系飞向房车俱乐部吧